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好 这一小时来跟大家聊聊领导力 今天邀请到了贵宾市中央警察大学的 行管系副教授吴思倩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思倩老师呢 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戴心术 就是戴人要戴心戴心术 超级领导者必学的团队激励 可以升级密技 我觉得这本书啊 他真的蛮适合给所有的领导人 或者是其实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你不管现在是基层的呃 基层的这个员工 其实你也可以学习 因为你有可能有一天你就会变成中阶 甚至高阶主管 或者是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啦 我觉得也是可以学的哈 因为最近不是说这个选举话题很热嘛 什么助理费争议啊等等之类的 大家就会想说啊 那这个老板到底要怎么当才是个好老板 到底用什么方法来领导呢 今天吴思倩老师带给我们这本书叫戴心术 好那先请教老师好了哈 就组织管理上面来看的话 呃真正有存在的所谓的超级领导者吗 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应该会是有的 但是太稀有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发觉呃 激励其实它的力量被低估了 所以我想要让它更彰显一点 嗯所以这本书就是讲的是激励 因为在组织管理当中 管理学的书很多啦 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例如说你要向上管理啊 或者向上去管理 向下去管理 这都是很多的学问 但是今天吴思倩老师 他特别把激励拿出来当作这本书的主轴 因为老师你自己是在中央吉他大学教书 那因为你很多的这个同学不同科系 他可能都是在呃这个警察体系当中 呃还有消防 警察消防海巡 都有嘛对不对 好证也有 对那所以这个在这个警察体系当中的领导学 你觉得跟一般的领导不一样吗 呃我我我讲一下他 为什么我有这个念头 因为我有一门课 好他叫团队激励 然后呢我觉得只有读书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要养成习惯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活动 就是每次上课前大家都要都要讲 好激励了谁 就这个礼拜你激励了谁或被谁激励 结果他们都想破头 然后我就发觉说 蛤怎么会激励这么少呢 那因为他们为了要讲这个作业的时候 他就要去制造 他就要去激励别人 然后所以他从身边 他一开始会寻找的可能从同事开始 嗯 后来激励的结果居然他连长官都可以激励 所以我就发觉说他根本没有方向性 如果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的话 其实激励可以无所不在 但是他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力量 嗯好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位置 你都可以去激励别人 但是怎么个激励法就 就是我们要学的啦 对不对 在书中老师教我们说什么叫做激励 那什么叫做是正向的激励 有什么样子的方法 那激励如果以老师的这个解释的话 激励这两个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它 我会建议的是 去倾听然后对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的核心价值 你要帮助他认识他自己 要知道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然会变缩教 嗯对 哎这个当爸爸妈妈的就很容易缩教 可是我们都以为在激励 哦 其实他就是说他要花一阵子认识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激励是一种礼物的精神 嗯 那个礼物就是他自己 然后你什么样把他自己送给他自己 嗯 就是这个过程 嗯嗯 所以激励的本质其实是在发展他个人 这样不是发展我们是发展他对方 这样那如果一个主管们能够看见对方 好 举例来讲就是 如果你现在知道有一些人一直很努力 可是你其实看见了你都没有告诉他 所以我呼吁一下你今天一定要去告诉他说 你有看见他的努力 嗯 这样子 好 我希望大家这么做 是 那 那有激励就有 就有 就是 例如说建议嘛 有提醒 对不对 那提醒也可以变成激励的一种吗 呃 你可以给他说这是我的一些呃 建议你参考 但是选择前还是在他 这样子 OK 不然他还是会觉得你根本就是在说服我 这个不是激励 那激励会有效果 其实你会看到他整个人突然亮起来 嗯嗯嗯嗯 就是基本上你是达到了他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要顺着对方找出他对方真正的亮点 让他发光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好像在书中因为那个吴思仙老师你用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呃不管是学术啦 或者说在这个管理学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教授 哦他的一些理论 然后也用了很多不同的书籍上面的一些理论 那如果以你来看的话 因为你是呃教授你要教学生 然后很多学生他可能念研究所他可能已经是在工作上已经出社会了嘛 是是是所以你激励他你会怎么样去激励他们 哦呃学者难免就是象牙塔啦 嗯嗯但是呃我发觉其实我们日常要应用的 其实很多研究成果已经出来了 嗯但是呃跟他解释研究成果的应用 要跟他讲那个研究的过程到底他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 然后呢怎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性 所以我们在领导其实要看的是叫做领导的有效性 嗯那传统的领导比较威权 这样子那比较仰赖正式的职位 但是越来越看见的是真正有正向影响力的人 其实根本不需要具备职位 他只要愿意承担那个领导的角色出来影响别人 他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团队里头可能 他他说散现就是一个领导力的展现 他可能会带动气氛 或是他会让整个团队比较正向 然后比较能够去面对挑战或挫折 他会挺身而出去带领大家 但他不一定是一个主管 他可能或许还比主管更有guts 也有可能有这种状况出现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主管的候选人 但是就是你有没有被青睐也很重要啊 你怎么样去让你博乐就是欣赏你也蛮重要对不对 对大家都会想要去找博乐这样子 但是小小博乐自己也可以当啊 你可以去再看见别人 而且我觉得是怎么样让神队友变多 这个是这本书的想要带给大家的这样子 好那自己就可以先当神队友 如果你自己当神队友 然后你去发展别的同 就是说你的团队也变成神队友 你的上班一定会很美好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上班觉得说 非常的挫折或是非常的无聊 或者是你觉得非常的愤怒 你每天看到神就觉得很愤怒 好那你可能可以先做一些观察 就是说到底是为什么他让你这么愤怒 或是你到底在不爽些什么 也不要躺平 也不要躺平 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问题 然后做一些改变 可以怎么改变呢 今天吴思仙老师教我们这个 超级领导者避雪的团队激励 升级秘技就是带心术 带人要带心 这句话大家常听到 可是怎么个带法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伟的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中央警察大学的副教授 吴思仙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本带心术 我想在职场当中 大家都是团队行动 很少即便你是freelancer 你还是需要跟别人合作 那只是说那个密度高不高而已 那跟别人合作 你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或者是你要让自己工作愉快 我想就是要让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可以让你愉快的一些点 那我觉得吴思仙老师在带心术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在职场当中你要怎么样带心 其实也就是要激励别人 但是也要先激励自己 那如果说以激励自己来说的话 一天起来张开眼睛想 今天又要上班了 然后这个心情就很复杂 无畏杂成 这时候老师我们要怎么激励我们自己呢 就召唤感恩的心 在我书上的最后一章有这样写 就是说你要细数感恩 在真相心理学里面会强调 就是说每天要写感恩日记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能够细数感恩的话 你心情应该会愉悦起来 因为你会知道你得到了很多幸运 OK好 所以对于这种每天踏着沉重步伐 走进办公室的朋友 就是要先从改变自己的心态感恩开始 那他可能觉得 哇天啊我真的人生真的遇到的事情都很不如意 无法感恩 老师怎么办 对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镜头 他比较有一些受害者情结 但是很觉得是如果你想要阳光出现 你想要你自己整天是心情美丽的时候 你开始找人感谢他 再微小的事都可以做出感谢这样 如果你开始愿意 就是把谢谢常说在那个水里 像我对学生也是就是经常感谢这样 所以上对下的感谢也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我会建议先改变这个小习惯这样子 好所以虽然说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容易 但是要从改变开始嘛 因为你如果觉得你每天都过得很凄惨 或你每天都觉得很不开心 那人生继续下去也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的一些念头 或许来看看带心术 你可能会有一些些思维的改变 其实改变你要从思维开始嘛 但是人家说思维的改变也不是这么容易 从常都是有些冲击 有些撞击 例如说我周边的朋友开始在跟我讲说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最近很感恩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觉得在疫情当下 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就好了 本来以前有很多的要求 但后来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一个疫情居然就可以把人的生命带走 然后觉得我现在充满了感恩 因为这样也是很好嘛 有领略嘛 我们现在需要的激励其实很深 不是肤浅的那种好棒棒 其实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怎么样找到意义 所以你如何赋予一件事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在引导别人的时候 其实是让他看出其中的意义 尤其是你可能觉得是诅咒 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祝福 所以你如何让他看见这个包装成诅咒的礼物 这样子 他发现意义其实是一个激励的技巧 那还有就是要让他有信心 对未来的美好可能性有信心 那很多人想的想法比较容易灾难化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 如果你想激励他 其实你是对他的未来要有信心 你是注入信心给他 嗯嗯嗯 好所以在这本书当中老师也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要先设定先知道说 你要能够知道激励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帮助的吗 是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激励有用吗 激励没有用 嗯 但是他要先确认说激励他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很少见 就是说我们不习惯我们的职场里面 就像我从上课发学说 学生一个礼拜下来根本就没有遇到被人家激励啊 那所以他只好去 不过我要颠倒一下三人臣虎这句话 就是如果你要激励一个人 我们好我们可以刻意的激励一个人 可是你最好找三个 就是你如果只找太少他还不太 他还会怀疑自己 所以你最好 就是我们想到今天会发生一件事已经知道了 然后他不知道他今天比如说一个project做好不好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他 我要给他鼓励的时候 那我们最好要找三个 而且讲好就是不同时间我们就去跟他说 他哪里做的好 那他大概三个以上他就会相信自己了 那如果没有超过三个 他还半信半疑这样子 所以我也会设计这一种 号召一下然后大家去激励他 那像课堂上 你叫学生收集那个激励的小故事 你收到比较多的回馈或是什么 他们从刚开始想说 啊我都没有啊 都没有人激励我啊 然后一直到 他们可能刻意去感受 或是刻意去学习 那你最常听到的是什么 我听到最奇怪的两个来源 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警察消防 有两种来源的激励他们很奇怪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熟的人 然后有一种激励是民众 民众的感谢 或者民众的托付 举例来讲就是 我有一个活动是设计叫做你的发光时刻 那他们讲出来的故事让我惊讶 就是他们出勤务的时候 然后民众的感谢 甚至有那种死者 他的感觉 因为他刚好出了勤务 是刚好遇到一个 就是要去现场 喜欢现场的 可是他的感受 让他觉得他有死命感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来源 是我很讶异的这样子 就是说被民众的托付跟感谢 这件事让他很有力量 那还有一种就是长官 因为其实长官有时候是很政治公关的形式 可是如果这个长官真的很真诚 他根本就不用多做很多 他只要清新的点 或者是简单的几句 或甚至只是一个赖 对部署就是一个莫大的 就好像说 你有看见我 这样子 我有被你关注到 这也是管理学上 获商效应最大的那个力量 就是我被你关注到了 你知道我有在认真 对原来你有看哦 这样他们就觉得被看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来源 是大家可以善用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读者先设定在 有主管职位的原因 是因为他做起来比较明显 可是实际上同才之间 同辈之间 甚至你跟你平时 你可以跟你比如说剪头发的 或者是喝咖啡的 或什么 你只要身边任何接触的人 你都可以付出你的 就是正向影响力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的社会当中 或是在家庭结构当中 爸爸妈妈比较常会提醒我们 或是做错事情会责骂 但是赞美的部分 现在当然随着爸妈妈 对于这个教养的观念 做一些改变 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啦 至少我会愿意 就是很常常去赞美我们的小孩 但是我们的上一代 其实是很少的 那更不用说我们爸妈那一代的 上一代 根本就是很少听到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去赞美别人 那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开始要学习说 怎么样去赞美别人的时候 他会变成一种 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从不习惯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那你称赞的可能是你的家人 他们可能刚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 到最后他可能会回馈你说 那我做的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你有看到 但是觉得妈妈你什么什么事情 我觉得也是做的很不错 对 因为要找到那个点 他跟赞美的有一点差异是 他有方向性是他要看到改变 就是我们其实人是想要蜕变 人不喜欢停滞的 这样日复一日停滞 并不是一个人喜欢的状态 其实人喜欢成长 所以如果你看见 你的激励有效是因为你看到他改变 他真的有改了 然后最厉害的就是 如果他判若两人 他蜕变了 那就是一个最棒的激励 可是那个都是他自己做到的 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可能性 我们不断的给他信心 然后所以这个激励要有力量的本质 其实是要帮助他改变 而不是帮助他安逸 这样子 了解 所以吴思坚老师 在书中也有一句话 我还特别把它画下来 他说领导不需要头衔 任何职位都可以展现领导力 那激励却需要有一方去发动 所以你就可以变成发动者 你可以先激励自己 然后再去激励他人 可能就会让你团队的效益更好 你们可能就做起事来会更愉快 就经常 如果说经常可能跟你的团队当中 你会觉得你做得多他做得少 你说激励讲不出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办 如果在团队当中他发现 他总是做很多 他其实心里已经有点不平衡了 然后又发现 哇对方做得很少 可是他们共同承担所有的成果 他就觉得很不开心 他就觉得老师我说不出激励的话 那这该怎么办 对这个时候反而你要更使用上 好的原因是因为人会互惠啊 然后如果你现在开始 其实激励是因为你要观察他 这样子 你如果不观察他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工作上的细节 其实很小的点 你就可以把它称为 就是说称为你对你有帮助的点 举例来讲 他可能今天对你有帮助的点 他帮你带个便当 你也愿意感恩他 因为你可能抽空 没有办法抽空 所以反而你试着使用这个方法 你观察他 然后呢你释放一些记忆 结果他会互惠啊 那就会有正向循环啦 然后就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当神队友了 搞不好你就会制造更多的神队友 那你的工作就会更轻松愉快啊 而且很好玩啊 好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就要来请教这个吴思谦老师 就是说激励赞美是一种形式嘛 就是赞美是激励的一种形式 可是怎么样让这个赞美不要变成了恭维 或是拍马屁 好这个也是大家要学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舒伟的POP最正点 好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好我们在APP上面也有听众朋友在分享 他的工作的故事啦 那当然就说喜欢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喜欢这个工作你会觉得开心 那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工作呢 可能是喜欢这个工作的内容 让你很有成就感 也可能是喜欢这个工作里面的同事主管 你会觉得说跟他们相处真的是太开心了 那你可能讨厌这个工作 也并不一定是这个内容你做无法升任 而是你真的太讨厌里面 可能某一个很爱拍马屁的同事 或是哪一个主管 你就常常觉得他世人不明等等 都有可能 但因为在那个资产当中 样貌实在是蛮多也蛮复杂 那欢迎大家可以在APP上面来跟我们分享 你的工作经验 以及你有没有听过激励的话 或是你有没有常对别人讲的激励他人的话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激励有很多的形式啊 你可能一个眼神也是个激励 讲出来当然会比较明白 你赞美 可是赞美也是要有方法的 不小心可能变成恭维 那赞美有什么方法老师 我会建议你要知道他的目标 其实你的赞美是让他越靠近他的人生目标 让他越靠近他想成为的人 然后你看见了他的进步 他就会感受到 原来我的改变是有人知道的 这样的赞美比较有力量 所以就是一个要去观察他啦 是是是是 就是好的激励其实要有一段时间的酝酿 就是你才可以看出他的改变 这样子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洞察人心啦 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 不会去感受到别人 他可能正处于什么状态 那有些人就是比较敏锐 他可能比较容易去洞察到 他现在的状态 或是他他为什么有什么动机 他会这样做 那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职场当中 我们期许自己可以再往更好的方向迈进的话 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洞察力去观察别人吧 对因为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很多的在研究调查里面 离职的原因其实很多是人的因素 这样子 并不是这个职业的本质 其实是就是这上班的化学作用不对了 那但是如果你经过你的加入 化学作用可以改变的话 那这样大家上班都愉快啊 就过得美好的一天啊 这何乐不为呢 这样 但老师你如果说现在在 因为您在大学部跟研究所部 也都有认课嘛 主动理你 这样好 你必须去知道他真正care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care的点都不一样 这样如果你真正打到他care的 然后你知道他设定的目标 然后你有你的资源可以帮助他的话 首先简单讲是 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师 然后他就比较尊敬你 现在小孩子就是他并不是那么看职位的 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展现出你真正有料啦 你有能力去协助他 对 主管其实你要真正的展现 那个专业是必然的这样子 还有你真正好的主管是你有没有办法 帮你的部署加值 所以影响力是在这里 你其实在帮助他成功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要也能够洞察到这一些同仁 他的特质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更突出 更加分 然后哪一些是他的可能不足够的地方 你会提点他吗 对 然后其实大家都想要当人生胜利主 这样子 那其实那个胜利的利益真正的本质是利他 这样子 嗯 就是说你如何创造更多 呃 你看见他因为你跟你的人生交会而蛻变的人 嗯 这样子 会會激起我们很多的 呃 对于自己的肯定也好 或者是对于呃 激励他人你感到的成就感 对 而且他那个退变是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是你说哦 我要把你变成那个样子 你不能指定他想要变成什么样 他只能变成他自己 他只想变成他自己 有的时候他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会爬错社会的阶梯 就是他会遵循社会的期望 可是最后他才发现 他远离了他真实的自己 他会很痛苦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让他 就是进步成长 然后变成他最棒的样子 这个就是最棒的激励 我心目中最棒的激励 我回馈一下老师他的分享 书中的分享戴心术 因为我的节目访问过很多的来宾 有一些来宾就是他可能在面对 生命都很大的一些挫折或困难 例如说他因为一场灾变 他失去了手脚 或者是他因为一场车祸 他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无法自主行动的人 就说很多事 或者他经历了一场 一场这个巨变 他从这个经济庄很好 然后变成一无所有 可是后来我听到他们故事 我就有个总结 就跟老师跟我讲的这个戴心术 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怎么样在人生古典的时候 燃起希望 就是当他发现他的故事 居然可以激励别人的时候 就例如说我刚提到说 我们有来宾 大家都知道这个 柏伟他是之前 陈报 八星陈报当中 生存 生存者当中受伤最严重 他等于就是 脚跟手都被截肢 然后剩下一只 一只右手是没有功能的右手 因为神经也坏死 可是他出书跟到处去演讲之后 他发现 他找到他的人生的价值 他发现原来他这么悲惨的人生故事 在他很认真的生活之下 是可以激励别人的 所以他就觉得 哇我的人生好像燃起了希望 对 在正向情绪里面 有分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的正向情绪可能是满足 现在可能就是愉悦 可是未来的正向情绪是希望 所以你如果 其实最好激励别人的那一句话 并不是加油 就是你如果听到别人说 有你真好 这是好不错 然后或者就是说 看到你就看到希望 这是一个超级激励 因为可能那件事 可能就还没有发生 但是就是 我相信就是只要你在 有你真好 这样子 所以真正能够带给别人 最大的正向情绪 其实是你怎么样带给别人希望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句 是 所以好的激励 就是个人化的 他应该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然后比较细节的 所以老师书中就说 好的激励应该是量身定做的 然后能够是一语重地 讲到他的心坎里 他会知道说 哇你真的有在关注我 真的在做的事情 虽然很细微 很细小 可能很多人就是 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但是你却注意到 这对他来讲 就可能莫大的鼓励 对 而且呢 那个量身定做的是 我发觉男生 他要的激励很奇怪 就是说他们有些 那个激励他的话 其实听起来 就是并不文雅 这样 他们喜欢激将法的那一种 那一种激将法 某一个程度是告诉你说 其实你根本就可以 达到那个标准的 那就是 那个性别有差异 女生当然不要讲太狠的话 可是有时候男生 他们很喜欢听这种激将法 就是你明明做得到 对对 把你摆成很大的咖的意思 这样子 诶 这个他就好 我要做给你看 这样子 哦 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子 好像很温柔 就是要看他的性格 对 你要认识他的个性 那你要认识他 对 你才会知道 这样子 其实说实在 在这个现在社会 你要认识自己也不容易了 还要认识别人 所以这真的也是 要慢慢学习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好了 就是有反正就是有一个学生 他感情比较不顺利 但是这两年疫情刚好很适合健身 结果他现在身材很天菜 但是他不知道 他还是一直很挫折 这样子 我是说 哎呦你现在就去当天菜嘛 他就恍然大悟 然后他开始想一想 诶对耶 他现在身材线条已经有练出来了 这样子 可是他并不知道 他已经变天菜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 就是他原本在情感上 就是蛮挫折 他后来 他后来就是疫情 就是反正闲暇之余太多了 他就要来练身体 嗯 哦 对 但是他不知道他已经蜕变了 我说你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天菜啊 这样子 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他现在在线上 他是真的是天菜吗 是 他是 是 因为我们警察很多很帅的啊 哦 我们警校有很多很帅的 小鲜肉 因为如果说以警校的工作跟一般的工作 其实还是有蛮大伤害 因为警校是在第一线 他其实承担的风险也大 嗯 然后他能够抗压性也要很大 对 这是我为什么想要推广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工作太常遇到负能量了 嗯嗯 这样 好 那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也是 那如果我们自己回到嗯 办公室的时候 没有彼此成为自己的那个支持网络的话 嗯 其实我们能量很快就会耗劫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彼此的支持 先把自己的 就是彼此把能量补起来 嗯 这是我们工作的性质 是 因为警校是这样子 还有这个我经常访问到了呃 身心科的医生也是 嗯 因为你太开心也不去找身心科嘛 对 就以前我们讲的精神科 你一定是有一些困难挫折 觉得自己非常低档喔 什么忧郁啦 躁郁啦 什么的 才会去找医生 所以医生大部分 身心科医生大部分听到的会是 比较负面的 嗯 然后我就会请教他们说 那你要怎么倒垃圾 然后每个医生都有不同的方法 或者在急诊室 急诊室也都是那种抢酒啊 那他就会 但有些医生也是因为 没有办法 呃 老是接受这一种 在生死一线 当中的状态 所以他就 呃 离开急诊 等于就是 比如说去 小儿科 或是什么 加一科这种啊 嗯 就是你会比较少这种负能量 每个人能够承受或选择的 不一样 但是 就是说我们在职场当中 我们要找到自己 对于这个工作的喜爱 以及你怎么样去鼓励自己 就是当自己的啦啦队啦 那如果老师像我们要开始鼓励自己 因为每个人不习惯鼓励自己嘛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 现在开始 我要鼓励我自己 那我们可以开始怎么做 要激励自己 我可以 从哪方面开始 首先我会建议对自己温柔 嗯 因为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啊 其实他对自己是严苛的 嗯 嗯 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事 嗯 但是他的价值展还是不够的 嗯 好 所以其实是要先 把自己对自己的批判性拿掉 然后先 对自己温柔爱自己啦 嗯 这样子 对自己温柔爱自己 对对对对 就是有些人是讲不出 就是对着镜子讲不出我爱你的 就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的 嗯 所以有有有 我还会给学生的处方就是说 你今天要讲50次我爱你 他说老师 可是我如果考过特考我就要讲 我说你不用 你不用等做完某一件事情 你才要爱自己 嗯 他设了条件 那他就是 先告诉自己说 哎 你可以做好 你 你要爱自己 之外 他是可以具体的写下 他今天做的哪些事情 你觉得很不错的吗 可以啊 他 他要看见他自己的努力啦 这样子 你不可能天上掉下来 你都不努力 这样子 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人 这样子 嗯哼哼哼 所以他可以看见 就是他要先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样 举例来讲如果他的核心价值有善良 那他今天就去活出善良 他今天就去做一件善良的事 这样就算了 嗯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把自己核心价值搞清楚 嗯嗯嗯 这样子 就每个人核心价值是不一样 那有些人就是 如果他核心价值就是赚大钱了 哦 有啊 那他今天就是看他有没有去吸收理财知识啊 这样子啊 你要赚大钱中间的过程 你就要学习嘛 对 虽然就是 如果核心价值是创意 那他今天就去活出创意 就是做一件有创意的事情 这样 他就会更接近他真实的自己 OK 好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吴思倩老师 带给我们的这一本叫做戴心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这一小时 大家有受到一点激励吗 我们学到一些 激励他的 用意 还有激励怎么样去运用 那你如果说觉得对于激励这个议题 很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参考一下吴思倩老师的戴心术 那老师你这本书啊 因为其实他也蛮厚的 那一般的民众呢 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民众来阅读 应该 这本书他原本我想设定的书名是美学 就是激励的美学 简单讲是你能不能欣赏一个人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 现在的职场上把 激励这个能够列入核心职能的话 简单讲就是开始如何欣赏身边人的美 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他美的地方这样 那如果你要 就是主管的话 因为现在的传统的领导理论已经发觉 传统的威权领导的效果已经开始递减了 那可能现在比较强调是如何发挥影响力 领导的本质变成影响力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在正向心理学认为 正向的影响会比较有效果 从情绪面着手 那所以我会介意 主管们可以参考这本书的方法 但是对自己也有用处 怎么使用呢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就是你care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每天活出这样子的价值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对未来有信心 你必须要看见自己有美好的可能性 你要相信你的未来比现在更美好 这样那你对待别人也是要相信他的未来会 比你比现在更好 不管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你要赋予工作意义 同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不同的人讲起来 他赋予的意义会差很多 有些人讲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鸟式 这样子 好那会讲的人就会知道说 他里面其实是有养分的 这样 所以赋予工作的意义是现在 我觉得很多主管在分派任务的时候比较缺乏的 好所以可以去思考每一件事的意义 第四个就是召唤感恩的心 就是其实这个每天都可以使用 不管你你你有没有承担什么样的领导角色的话 你只要不断的做出感恩的话 我相信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幸运会越来越多 这样子 那在附入有一个激励工具箱 这个激励工具箱就是老师把一些好书是不是 来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要为了要很快的掌握 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我会使用一些工具 例如可不可以介绍给我们一两本 举例来讲 我会使用比如说像其中的 你的专属魅力说明书 这个是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说我喜欢先认识他的魅力 然后他里面就有七个元素的排列组合 这样子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人的亮点是什么 然后他就自己挑啊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你的魅力 然后你上班要这样才会发光发热哦 OK你可能是创新的 你很有热忱的 然后信任啊 然后我还会推荐 就是从赞赏开始的那个 因为他的原理就是 就是你怎么样appreciate 你怎么样去欣赏别人 简单讲说每一个人可以被激励的方法不同 这样子 那有些人的激励是肯定也有去让赞美 那有些人的激励是优质时光 像我今天就很享受这样子的优质时光 所以如果遇到优质时光型的话 你要付出一点陪伴的时间 嗯 OK好 从赞赏开始改变你的职场关系 这个书中有很多老师 他在研究领域当中啊 他的学习跟获得 然后把它整理成书 这个也变成是老师在研究当中 你把自己很喜欢的这一个赞赏 等于就是激励这个部分 挑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 而且我上课会实验看看有没有效 如果比较有效 我就会放进来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已经测试过 或许这样是可行的 那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 嗯 这样子 然后我很希望大家今天就赶快去激励别人 是 今天就激励别人激励自己啦 那相信大家在这一个小时 应该有被吴思倩老师给激励到 谢谢 那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个带心术 不论你觉得职场的这个明争暗斗 或者是你觉得职场当中 让你觉得压力重重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充满一些正向能量 那激励是一个关键 也分享给大家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其实舍定小玉 秋蜜玉的POP抢先包 好